yosh 大家好我是Taka 最近綜華職棒有關德州撲克的新聞鬧得是蠻大的 雖然我是真的比較少在看中植 但中他的新聞出來還是都不會錯過的 還是要來蹭一下 說真的 8月2號那天看到新聞的標題是 誰誰誰賭博遭起訴 被逮捕後供職曝光 當下的第一直覺真的是 蛤?中植現在情勢大好怎麼還搞這個啊? 不過在看了內文之後我是覺得還好沒有到很嚴重 今天想來和大家潛談一下 究竟德州撲克到底算不算是賭博 還有現在中植應該注意的到底是什麼 一樣先打個預防針 我所講的有我自己的立場 不是就在說這當中誰有什麼絕對的對錯 還請大家在留言區理性的討論 首先根據教育部的國語詞點上的解釋 所謂賭博是指以金錢做助來計勝負的遊戲 那麼以德州撲克的本質來說 他就是個賭博的行為 畢竟他就是個會出現在賭場裡面 可以以現金1比1來去用撲克牌決定輸贏的博弈 我自己大概是10多年前就有開始接觸撲克 也曾經在澳洲的賭場當過一陣子的RAG玩家 也算是曾經有很迷過一段時間吧 只是後來有意識到我是不可能靠這個賺錢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 在這次的事件中 我應該可以歸類為PTT鄉民口中的德撲粉吧 OK 接下來講到台灣 明明刑法中是有賭博罪的 在公共場所或公共德出入之場所賭博財務者 被抓到是會被判刑的 而為什麼現在在台灣各種德州撲克的協會 可以說是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開設 這邊幫比較沒有在關注撲克的朋友說明下 那是因為台灣的德州撲克 可以說是有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 一般走在路上會看到有店面的協會 裡面是不會有存在現金桌的模式的 主要都是以舉辦錦標賽來經營 錦標賽的形式就只是你去參加一場比賽 然後按照名次來頒發獎金這樣 這樣就不構成所謂以金錢做住來寄勝負的遊戲 也就沒有賭博罪的問題了 不過一場錦標賽想要打進前圈 也就是要能夠獲得獎金至少也要將近3、4個小時 要達到前5名甚至打完或許會將近到6個小時 不是每個人每天都有這麼多時間在打錦標賽的 而且錦標賽給主辦方 也就是協會這邊的參賽費是相對比較少的 不像賭場的現金桌 只要沒把有人入池就能從中抽取費用 所以說單純靠錦標賽其實是非常難維持經營的 於是台灣這邊可以說是領先全球的 發明了限時錦標賽的這種玩法 這東西真的就是所謂的灰色地帶的模式了 一樣是錦標賽的玩法 不過比賽會在兩個小時內結束 然後再依照參賽人數和各參賽者手中的籌碼量 來去計算該場限時錦標賽會獲得的獎金 而這次開場第一槍的真傳聲事件 他就是去參加了這樣的限時錦標賽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他的運氣真的是很差 剛好在去的那天被警方盤查而被遭到逮捕 依照過去法院的判例 這種現時錦標賽的形式 有非常大的概率會被判無罪甚至是不起訴 而究竟這樣的做法到底夠不夠成賭博 就留給大家自行判斷了 而我自己的看法 這就是種變形包裝過的現金桌罷了 如果這部分和你的看法有出入還請見諒 而真傳聲只是剛好在槍口上 那天又這麼剛好的 那間賢匯被尋仇所以警察去抄 目前他對於球隊來說又是可有可無的狀態 所以被快刀斬亂麻是無可厚非的 至於到一個門口掛著合法協會的場所 打著有被判過是合法行為的比賽 應該要這樣直接被開除嗎? 我自己其實是會有種最不致辭的感覺 但你打的是中華職棒 一個曾經被假球和千賭事件傷過好幾次的聯盟 真的就如後來不少受訪的教練所說 應該要避免出現在這種有走在灰色地帶的場所 有看到一些人在說中職太高刀的標準了吧 如果中職沒有過假球事件的話 或許我也會這麼覺得 不過看看韓國職棒這邊 林昌勇曾經帶著學弟到澳門去賭場 他到的是世界知名的合法場所 換來的是三星師的直接釋出 轉退後還要面臨聯盟方的10場競賽 中職這樣的做法好像也還好吧 而且中職絕對是比任何國家的職棒 還要再更進不起一次的假球事件 所以我認為這次包括後面郭天信、張鎮宇和曾俊悅 球團和聯盟的處理算是有到位也算合理啦 不過對於這種位於模糊灰色地帶的相關規定 聯盟方也必須趕快做出相關的辦法 不是說要和德普仔們對著幹 只是這種地方出入的人還是真的相對的會比較複雜 難保在去打牌的期間會不會又遇到什麼主頭之類的 過去也有過協會有黑道分子出入還雜場之類的新聞 以我自己去協會的經歷來說 就算經營方相當正派 來打牌的玩家還是會有不少一臉看起來就非三類的人出現 而就算進行的是在台灣算是合法的比賽 但為了你們的職棒生涯還是盡量遠離一切有關賭的人事物吧 最好是連過年也別跟朋友打麻將了 免得不小心又有什麼照片流出繞人口舌 最後講一下有關台北華人撲克協會那邊發出的澄清 他們表示足球的內瑪爾和羅納杜 還有網球的納德爾都曾在公開場合打過德州撲克 我也很喜歡玩德州 所以知道他有相當程度的競技性 也很同意打德州並不是什麼壞事 球團用爭議場所來形容是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反感 建議聯盟是可以乾脆禁止球員進行一切任何的排列競技 反正要這樣看到黑影就開槍 不如直接表示我們不歡迎這樣的行為 這樣既不會得罪得撲迷 也可以杜絕你們認為有爭議的行為 你們覺得這樣的話會太超過嗎 OK 那以上是我對於這次的事件一些看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